今天反正每天都来干活 今天再分享一个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个点 就是透气 在机差不多十几天过后 就是这种集中浴厨的情况下 它的那个粪便的话会积累到一定的量 然后我就会生成非常多的氨气 这个氨气的话是非常致命的 就是人进去的话会熏得你眼睛睁不开 鸡的话尝试沿在这种环境下面 它的呼吸道会产生问题 然后也会熏得眼睛睁不开 会产生各种疾病 所以一定要排氨气 我们看一下 市的养殖场的话排氨气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就是就是把这边缘围着放开一条缝 因为氨气的话它是那个就是比较轻的 它是飘在上面的 所以这样的话它会慢慢往外拍 还有一种给大家看一下 远处看到没 就那个棚上面 上面建了一个像小塔楼一样 但是那个塔楼的话 它里面可以就是用绳子 然后一拉就可以把它封上 但是现在全都是打开的状态 这就是为了排氨气的 氨气的话是对养殖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每天都需要排 就这么一个棚 上面有四个 两边都是排氨气的地方 我想比如说你一晚上对吧 天气比较冷的时候 晚上你肯定要是 分棚的去 你看这就是吸入了过多的氨气 包括在里面的灰尘 咳嗽 我只要一到养殖场来就咳嗽 然后你离开这 差不多过几个小时就不咳了 晚上 每天晚上的话 它积聚了一晚上的话 氨气的浓度是非常高的 如果说天气冷 你怎么办 天气冷的话 你可以把它打开 打开个五到十分钟 就是那个边缘的围子 下下来 打开五到十分钟 如果你没有那个这种天窗 或者是旁边那个 待会给你们看一下 你就打开五到十分钟 把它打开大一点 五到十分钟 然后就把它合上 这样的话 可以排出很大一部分的氨气 然后温度也不会下降很多 很快就恢复了 旁边那也是一种排氨气的措施 这种 它是 有风它是不停的转动的 其实风不大 它也可以转动 只要你 如果说你里面氨气够浓的话 它会沿着上面去排出来 这样的话 也是一种排氨气的方式 前几天呼吸道 还就是 稍微有点多 现在经过治疗的话 基本上极少听到呼吸道的问题 现在密度有点大 因为下雨 我们没办法分风养殖 这个是预处风 预处风的话 会流差不多一万之气左右 然后另外的话 一万六千启 要移到旁边两个棚里面去 再由于下雨 后天才来参与一块 现在饲料已经 吃的鸡饱 已经见底了 然后等于快没了 但是我还在等一个小时 为啥呢 就是 你不能让鸡一直吃得很饱 这种鸡的话 它只要饿了它就吃 吃饿了就吃 饿了就吃 它就一直不停的吃 所以它会长得很快 然后 然后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它的肠胃更好一点 因为养殖 就是这种大面积养殖的话 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啥呢 就是 像它容易出问题 呼吸道 容易出 然后那个就是肠道 肠道是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肠道疾病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寄生虫 像球虫 小肠球虫 盲肠球虫 这些 肠道健康的话 除了预防以外 还有就是 每天要给它控食 就不能让它每天不停的吃 让它 饱一顿 就是 吃 吃很长时间 对吧 然后让它饿个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这样就像人一样 饿一个一个小时 它吃的反而 更多 对不对 但是它的肠胃得到了休息 这样的话反而就抑郁 它肠胃的一个 一个 发展